小芭 哎呀非 你来了 快坐 来 喝个牛奶 谢谢啊 对不起 哎呀非 今天刚好为永控带你去玩吧 你想去哪里啊 真的吗 是不是去哪里都行 是啊 好像你有非常想去的地方 说吧 想去哪里 是的 小芭 我一直想带你去一个地方 带你去见一个人的 可是 我一直都没有勇气带你去 啊 什么地方 谁啊 我有一个姨妈 她对我非常好 而且她 长得跟我妈妈特别像 所以 以前 以前我每次想起我妈妈的时候 我总会去看看她 但是后来我发现 每次我去看她的时候 她就会躲起来敲敲地哭 可能是因为 她每次看到我都会想起我妈妈吧 所以后面我就不敢再去看她了 到现在我也好久都没见过她了 哦 还没有听你说过呢 阿飞 那你现在 那你现在是想去看她吗 对 那你想去 我们就一起去看她 好不好 可是 可是现在 很多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 他们都 他们都 私信我 跟我说 让我离开你 说我配不上你 你的 角目才是 合适的 其实 我自己也知道 我现在 要什么没什么 本来就配不上你 我心里面明白 只有两个心灵相通的人 才能产生共鸣 去看人世间的潮起潮落 只有两个灵魂相近的人 才能发现彼此深藏的美丽 我就像一只小刺猬 明明 明明没有受伤的勇气 却还是 有着满身的尖刺 阿飞 你不要这么想好不好 其实 人活着 是非很多 你要明白 每个对你好 鼓励你的人 是希望你成长 但是 每个对你不好 讽刺你的人 也是 会让你成长的 你明白吗 小方 你知道我现在的人生 像什么吗 就像 一根被点在风里面的蜡烛 一次又一次的被点燃 点燃期望 可是一次又一次的 被微风细雨吹灭 因为 他现在根本还没有经受住风吹雨打的 考验 那些叔叔阿姨他们说的对 我是一个没用的人 阿飞 你不能这么想 我不希望你成为 动大的人士 都成功的人 我 我只希望你 充实的 勇敢的 面对一切 好吗 这么一想 那些 那些 嘲讽我的人 不都是在告诉我 我的缺点在哪里 我该在什么地方做出改变吗 这样一想的话 我还得感谢他们呢 对了 你这样想不就是好了吗 以后 有啥事想不通 或者很失落的时候 请你记得想我 想我的时候 记得要来找我 啊 啊 啊 还有 啊 要找我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带点水果 什么水果 哈哈 你想你想吃什么水果 香蕉 代表你疼我 橘子代表你想我 苹果代表你爱我 你看你是怎么选择 疼你 想你 爱你 那我肯定全部都给你买一遍了 走吧 走吧 走 我来拿吧 没事 嗯 好的